全球华人亲人们,你今天过得好吗? 加拿大的老胡在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号 奴隶是正月初一,请签了 下面看一下这次的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约克区茶店已月内被截两次 奥密克隆妹妹比原来变容 更能感染已接种的人 全球最精通科技的城市排名出炉 北约克中学老师涉嫌性勤数名学生 特斯拉滚动停止功能不安全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首先看一下疫情情况 这是安省今天的数据 安省2月1日新增加2622例的确诊病例 死亡人数增加63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1504人 住院人数是3091人 ICU中的人数是568人 截止到昨天 安省总共注射了3070万剂的疫苗 12岁以上的疫疾注射率已经达到91.1% 完全接种率达到89.2% 这是B西省疫情的情况 B西省1月31日新增加了1057名新的病例 住院人数有1048人 ICU中的人数有138人 死亡增加1人 总共达到2616人 这是魁北克的情况 魁北克1月31日新增加2423例确诊病例 住院人数减少7人 有2888人 死亡人数的增加33人 累计死亡13223人 这是阿尔波塔省的情况 阿尔波塔1月30日新增加了1777人的确诊病例 住院人数有1516人 死亡人数是3566人 这是加拿大截至今天中午的情况 截至今天中午11点 全加拿大累计确诊大概是306万 比昨天增加2万多人 累计死亡大概是33870人 比昨天增加148人 累计至于275万 现有确诊人数大概是20万 1937人 约克区茶店一月内被截两次 来自台湾的奶茶店 在大多人多地区非常受欢迎 不过除了顾客喜欢光顾 盗贼也盯上了奶茶店 万锦市的奶茶店在本月4天里连续两次遭到铺麦尔路 奶茶店商业开发经理表示 当一家店遭遇路实盗现后 他为这家店的老板感到震惊和难过 然而同样的情节居然在几天后再次上演 自己非常愤怒 作为万锦市民 听说了多起本地商家遭抢劫的案件 他说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如此艰难 这种事情还频频发生 无疑令小企业主雪上加霜 这令人极度失望 为基布森拽悟的奶茶店 第一次被闯入是在1月8日凌晨3点左右 监控录像显示 案发时当时有人用石头砸碎了纤维的窗户 然后静止跑向收音台并偷走了100家园 附近的另一家小商户也遭到袭击 整个过程只花了45秒钟 几天后的1月12日又是凌晨3点左右 一名男子再次来到这家奶茶店 手持一根类似于高尔夫丘杆的东西 打破了纤维的窗户 进去后先是跑到了储藏室 然后又翻了收音台 又偷走了10家园 同一天晚上 附近总共有9家商店被砸 其中5家与奶茶店同书一个商业广场 受新冠封锁影响 许多小企业主都面临着 人收短缺的问题 已经在苦苦挣扎 陆氏盗窃 频频发生无疑血伤加深 对此 约克警察局的警官表示 确实有几家位以乱警和劣质文山的商户 在闭店期间遭遇了陆氏抢劫 警方初步认定是同一名犯罪嫌疑人所为 他表示 约克警队孤立企业主采取积极的测试 选择他们各自的颠覆安全 奥密克隆 奥密克隆 比原来变种更能感染 已接种疫苗的人 丹麦的一项研究成果 发现南非的奥密克隆 奥密克隆 BA.2 比更常见的原来的 BA.1 变种更具传播性 而且更能感染 已经接种疫苗的人 BA.2已经成为丹麦的主要病毒株 这项研究分析了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期间 8500个丹麦家庭的感染情况 发现 与感染BA.1的人相比 感染BA.2的人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性 大约高出33% 在世界排位里 BA.1的变种占奥密克隆 用力的89%以上 但近期BA.2在1月的第二周 就取代了BA.1 占丹麦病例总数的82% 成为丹麦的主要毒株 研究人员表示 BA.2比BA.1更具传播性 而且还可能突破或破坏免疫系统 进一步降低了疫苗的保护作用 BA.2比B.6.1更容易感染接种疫苗和加强性疫苗的人 表明该变体具有更强的免疫规避特性 该研究强调 疫苗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与未接种疫苗的人相比 接种过强化疫苗和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都不容易感染和传播两种变种病 全球最精通科技的城市排名出路 money.co.uk最近发布的一项排名 将多伦多列为全球最精通科技城市之一 通过考虑科技人员的工资 估计的生活成本 成功的科技初创企业的数量 互联网速度以及当地大学的工程和技术分数 该排名列出了全球前30个最精通科技的城市 多伦多在总排名中命令第15位 击败了哥本哈根和东京 这两个城市分别列在第16和18 美国在前5名中占主导地位 Defo由于其强大可靠和快速的互联网 连接以及科技人员的收入 获得了第一名 华盛顿特区因其科技初创企业的数量 获得银牌 纽约位居第三 多伦多并不是唯一上榜的加拿大城市 温哥华获得了第七名 这主要归功于 他在世界大学科技学位排名中 拥有最高的评计分 北约克中学老师涉嫌性秦庶名学生 日前一名北约克中学的老师被警方逮捕 并被控告与性秦数名学生有关的罪名 警方表示 这名嫌疑人受故于多伦多公校教育医局 案发时是学校的一名发育老师 负责教授六年级和七年级学生 警方称 这名嫌疑人 涉嫌在去年九月和十月间性秦多名学生 警方对此展开了几个月时间的调查 这名来自多伦多的二十六岁男子 在一月十二日被逮捕 并被控四项性骚扰和四项性秦罪名 校方已就此案发信通知家长 该名嫌疑人原先工作的学校 家长也会接到通知 目前 该嫌疑人已被要求 于调查期间居家完成工作任务 该名嫌疑人将于三月十六日出庭聆讯 特斯拉滚动停止功能不安全 特斯拉宣布召回5.4万辆汽车 主要原因是滚动停止不安全 唯有在停车标志前令汽车完全停下来 美国安全监管机股表示 特斯拉透过互联网软件更新禁用该功能 该机股指出 特斯拉与美国国家公路安全交通管理局 进行两次会面后决定进行召回 特斯拉强定 不知道这些功能会造成碰撞或伤害 取召回的汽车包括 2016年至2022年出厂的S型方车 即XSUV 2017年至2022年出厂的三方车 以及2022年 以及2020年至2022年出厂的YSUV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文件指出 在停车标志前没有将汽车完全停下来 为增加创车的风险 安全倡导者表示 特斯拉的软件可能会出现护照 同而令其驾驶人士 几度及突人面对危险及风险 去招呼的汽车车主会在3月28日获得通知 看一下今天的汇率和天气预报 今天2月1日100加元大概兑换501.22人民币 明天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度到零下7度有小雪 多人多4度到零下5度小雪转雨 温哥华3度到1度也是小雪 魁北克零下1度到零下17度小雪 卡尔加里零下12度到零下14度多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全部内容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多谢您的支持 再见